哎 好好的 万万一富豪不让我当 非要让我来体验职场生活一个月 系统你是真的够 检测到主人负面情绪加一 体验时间增加一星期 我靠 系统你狠 我不要特殊奖励了 你让我回去行不行 方小凡 你给我滚进办公室来 完了 小方你这怎么得罪季炎汪了 他可是出了名的心黑 你可得小心啊 我这一个月除了业绩有点拉胯之外 也没出别的差错啊 方小凡 我问你 莱恩公司为什么要取消跟我们的合作 是不是你私底下做什么得罪人家的事情 基总 莱恩公司的单子不是一直都是你在跟吗 你在放什么屁话 我是看你业绩少得可怜 所以昨天才把莱恩公司交给你 你他们就是这么办事的 今天当着孙总的面 你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 孙总 请你听我解释 莱恩公司的单子真跟我没关系 都是基伯达 事情原由基总已经给我讲清楚了 我本来还想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没想到你又把责任往基总身上推 我对你太失望了 小子要怪就怪你是个没背景的穷屌丝吧 这次的锅给你背最安全 这个周八皮肯定是基伯达犯了什么错 导致莱恩公司的单子出了问题 这家伙不想担责任 所以就把屎盆子扣到了方小凡的头上 谁让他来这么长时间 一直最老实本分呢 这下倒霉了 方小凡 你知不知道这次你给公司损失了多少 妈的 三百万知道吗 整整三百万 把你卖了也赔不起 这七下妹上的老家伙 平时专抢下属 谈到油水比较高的大客户就算了 没想到这次算计到自己头上了 不过看在孙总这心善人美的份上 我就帮你认清现实吧 孙总 关于莱恩公司的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只听信基总的一面之词 我虽然才来公司一个月不到 但也绝对不会做出什么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方小凡 你去财务那边结算一下工资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用来了 孙总 你真的是太仁慈了 像这种自私质解的家伙 还让他领什么工资啊 先让他把公司的损失弥补了再说 呲 弥补损失 那岂不是说小哥上班一个月 不但一分钱拿不到 还要背上巨额债务 倒过来给公司三百万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谁他妈在赶乱嚼舌根 立马给我收拾铺盖滚蛋 检测到主人被人冤枉 特下发特殊奖励任务 请主人30秒内 检取和基伯达有关的物品 主人检取水杯一个 奖励基伯达贪污证据笔记本 已放入垃圾袋中 哟 这是连系统都看不过去了 基总 我劝你不要做得太过分了 毕竟某些人可是很爱记笔记的 他 他怎么知道我爱记笔记 我这些年回扣算下来 怎么这也得上千万 要是被爆出来的话 我不但要被公司追责 还很有可能被送进监狱 小子 我警告你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要是你敢污蔑我 我明天就送你上法庭 如果我真的说错了话 那我愿意上法庭 就看基总你敢不敢跟我对质了 按照情理 方小凡这个时候应该已经第三下四 像条狗一样的求饶了 根本不应该是这个反应啊 算了 方小凡 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也不追究了 你赶快去财务市领工资吧 大家也都散了吧 赶快回去工作 孙总 如果我真的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我愿意赔偿 但事情经过我一定要弄清楚 赔偿 这次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起码在三百万以上 就算把你卖掉也值不了这个钱 孙总放心 我既然说要赔偿损失 就一定有赔偿损失的能力 小子 要是你真想调查这件事情 就先往公司的账户转上三百万当做押金 证明你的实力 哼 下班还看这小子在捡破了 估计拿三万出来都有点困难 就更别说三百万 只要拿不出这三百万 方小凡肯定就没脸呆在公司了 好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姓方的 公司谁不知道你是个穷逼 你能证明自己就见鬼了 我劝你 我靠 小张 什么情况 孙总 方小凡他 他给公司的账户转了 转了三百万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三百万 我不信 肯定是你耍了什么花样 季总 你联系对方公司来一趟吧 孙总 不能再查了 咱们这儿很有可能会激怒莱恩公司 万一他们追究咱们公司的商业责任 那麻烦可就大了 莱恩背后母公司 第绿雷塔集团的律师团 全球之名 咱们根本对抗不过 主人捡到莱恩公司合作一项书 激发特殊奖励 奖励母公司的 第绿雷塔集团75%所有权 第绿雷塔集团 呵呵 这次有意思了 原本还想推迟的基伯打 见到老板那冷烈的目光后 顿时下的一缩脖子 无奈只能拿出手机打起电话 小崽子 就是你想重新调查一下事情经过 你他妈也配 我去 竟然是莱恩的陈副总 这家伙仗着自己是大公司的营销副总 一直都嚣张得很 估计这下有方小凡好果子吃了 陈总请你说话客气点 我们公司请你过来 是为了调查事情经过 不是来听你骂人的 我就骂他怎么了 这个小憋三 当着我们新认姿一 周承晓彤的面 给我说回扣的事情 还得我被总裁给大骂了一顿 现在你还好意思调查 我看你连脸都不要了 嘿 你口口声声 说是我给了你巨额回扣 请问你有证据吗 我一个年收入上百万的营销副总 还会说假话不成 我说的话就是正义 呵呵 你还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按照你的观点 谁收入高 谁的职权大 谁说话就是真的 是这样吗 你说我给你回扣的时候 被你们CEO给看到了 对吧 那麻烦把你们总裁 也请过来对质一下吧 这才够公平 你说呢 说你马了个屁 你还想请人家总裁过来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你他妈配吗 总裁分分钟几百万收入 你他妈耽误得起吗 既然你们请不来 那我来吧 程晓彤 是吧 我是方小凡 立刻来见我 呵呵呵呵 小子你还真能吹牛批 好啊 我今天就在等着 看你怎么把我们总裁叫来 我还把爸放着 有本事你自己请 你他妈请过来 老子给你跪下磕头 事情既然发生了 就必须要调查清楚 我也坚持这一点 还调查个屁 老子都亲自过来 给你们说明情况了 这他妈还不够清楚 你是觉得我这莱恩公司 营销副总的分量不够吗 我有 呵呵 莱恩公司的营销副总 不好意思 很快你就要失去这个职位了 小崽子 老子忍你很久了 你就是一只臭虫 一只可以被随时碾死的臭虫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 因为我就是你老板的老板 我不想让你待在 不得乖乖下去